万民服务跑地的新庄幸福里长卢美玉 除了主动加入学校的导护志工队 而且还号召了领长们齐心做好事 尤其是每到了昌龙国小学生上下课的时段 就会看到里长亲自带队和领长们 穿着导护志工的背心来回在斑马线上指挥消通 共同保护学头行走的用路安全 每到学生上下课时段 新庄幸福里长卢美玉亲自带队和领长们 就穿着导护志工的背心 来回在斑马线上共同保护昌龙国小学童们 上下课的用路安全 我是里长 我本身也是在卫民服务 可是我昌龙国小的小朋友 我是跟我们一些里内的领长志工 来当学校的导护妈妈 维护小朋友的安全 担任学校导护纠察队同样要协助志工妈妈们 指挥交通导护工作 这群热心助援的同学们感受最为的贴切 大家齐声向里长还有导护妈妈说声谢谢 感谢里长和导护妈妈 帮我们指挥交通 让我们安全回家 导护志工说看到这些小朋友 就如同是自己的孙子一样 虽然有人年纪 但是每天都能够健康走出外 为小朋友担任交通导护的工作好快乐 今年七十岁啦 就里头结婚出来说 做这个导护祝工妈妈啦 为时孩子大家平安分析 大家很快乐 很快乐 很快乐 都只是我们自己孙子 平安当地很快乐 小朋友上下课的时间 也是上下班的时间 所以车辆很多 来做导护妈妈 维护小朋友的安全 希望给他们快快乐乐的上学 平平安安的回到家 当学新北市地世界新庄区幸福里长吴美玉 为名服务跑第一 不仅主动义务加入学校的导护志工队 而且还号召林长们齐行做好事 风雨无足的精神 俨然已经成为学童上下学最佳的守护神 记者黄又贤新庄报道